日本又被捕刀 国家安全为由 启动提高汽车进口关税的讨论 这令日本政府及汽车业界感到震惊 如果特朗普政府 以贸易拓展法第232条款 为依据决定对进口汽车征收高关税 这将给日本产业界 带来远比加征钢率关税更沉重的打击 自今年3月美国宣布加征钢率进口关税后 日本迟迟没有进入豁免名单 这令日本方面十分头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努力通过与特朗普展开首脑会谈 建立信赖关系 希望能尽快进入到豁免名单中 然而日本政府口中最亲密的盟友 不但没有豁免日本的钢率关税 反而要再补一刀 日本钢率产品对美出口每年20多亿美元 且日本出口产品中有很多是美国企业无法替代的 因此实际损害程度并不太大 但是日本每年将美国供应170万辆汽车 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出口额达到560亿美元 占到日本整体对美出口额的四成 日本媒体认为汽车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品 类占到其总进口的15%以上 这和之前征收25%关税的钢铁 完全不属于一个量级和汽车生产相关的从业人员 也将近100万 面对11月的中期选举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逐步走向极致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争的激烈程度正在不断加深 这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阻力 3月份美国刚要开始征收钢率关税时 日本政界对于获得豁免曾是很有信心的 日本出口美国的钢铁排在加拿大 欧盟 韩国 墨西哥 巴西之后 占美国进口总量的4.9% 作为美国的盟友 日本相关人士认为 日美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也正因如此 没有得到豁免 让日本非常沮丧 此间舆论认为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 2017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 为688.5亿美元 特朗普一直认为 美日间的贸易是极不公平的 日本在减少美日贸易逆差方面 能做的还有很多 美方想让日本在农业及汽车领域让步 特朗普在退出TPP谈判后 致力于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而日本始终认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对两国而言才是最佳选择 两者间的根本分歧 成为日美贸易的一条鸿沟 难以跨越 其次 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础 也是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中最核心的同盟 但是 美国在经济方面 似乎并没有把日本施作同盟国 而日本政府却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 面对美国不合理的征收关税 欧盟及其他国家都马上表态拿出反制措施 唯独安倍政权的腰把始终硬不起来 还辩护称 日本的出口不会对美国安全造成影响 而且高质量的日本钢铝产品很难被取代 最后的结果却是即便安倍与特朗普构建了日方所说的蜜月关系 但是日本仍未逃脱被拒之门外的命运 最后 特朗普今年11月将面临中期选举 为了形成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条件 获得更多的支持 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将成为特朗普拉票的重要工具 2016年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的美国选民中 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美国传统制造业副极的铁锈地带 世界贸易组织5月22日发布的文件显示 俄罗斯、土耳其和日本已经告知世贸组织 美国征收高关税增加这三个国家刚率产品出口成本 却没有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做出补偿 三国准备对美国产品征收与所增成本同等金额的报复性关税 加入借世贸组织机制反制美国刚率关税的战队 从目前来看 特朗普对于日本不仅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 而是已经真正戳到了日本的痛处 面对这样的情况 日本是否也会动真格 放弃对其最亲密盟友的妥协态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东京5月31日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张冠南